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两位候选人分别是1号的李家伟 以及2号的金文峰 经过抽签后 由李家伟先回答问题 Jacky交给你 由第一条必答题开始问 近日不断有建制派办事处被人破坏 泛民议员候选人被捕 有不同背景候选人受责 请问你在现在的情况下进行驱选 会不会影响公正和代表性呢 以及你认为在什么情况下 政府才会延迟或者取消这一次驱选呢 我觉得现在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其实首先 怎样都不应该去延迟选举的 因为现在来看见的就是 大家都很想用一些和平的手法 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正正选举就可以让市民有一个方法 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你说会不会影响公平和公正度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一直很多人都在想的 但是 由一开始开始选举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意味了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发生的 虽然有一些事情大家未必意料之中 但是其实我觉得 相信现在大部分的候选人 其实都不想去延迟这个驱选 因为其实延迟了 你反而令到现时的投票意向 到底是否想去冷却呢 到底是否想去 那个投票结果 是否想变回政府想见到的模样呢 这些我觉得是要去思考的地方 所以我不认为 应该要延迟或者去再做任何的改动 那文鋒 其实公平一定已经受到影响了 你选举不是只说投票那一天 你说由一开始的时候 由提名期到现在 其实一场波踢了八十分钟 其实都一定有很多 譬如我自己办事处又被人搏烂了 很多街坊过来 甚至哭着跟我说 甚至有些店铺 我们本来贴了一些海报的 被人网上说 你再拔了那些海报 来装修你的店铺 五六个店铺的人都跟我说 不好意思 真的不贴我们 怕被人破坏 好像你的店铺 其实你说公平性 就一定已经受到影响了 但是你问我是否应该推迟或者改变呢 我依然都是希望可以预期举行的 老实说到现在 就是我们是站在一个 整个香港发展的角度去看 虽然我的选情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影响 但是我仍然希望这个制度可以运行下去 否则可能对整个香港的未来 整个民主发展 都是不好的影响 好 这个时候就到地区性的问题 由金文峰你先抽一张 先抽一张 好 然后嘉惟 麻烦你上一条题目 好 麻烦你 金文峰麻烦你 先由金文峰 先回答全港性的问题 好 在全港性问题里面就问 你对于计划里面 西铁南沿线的看法是怎样呢 走线和设计的站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我们一直都关注西铁南沿线的问题 其实都拖了很久 其实我们一直都说希望尽快可以做到 特别是我们的选区是比较近南边 就是我们很多街坊 要去转西铁都要搭成巴士 其实都很不方便上班 第一就是希望它尽快去做一个资讯 其实一直在整个上届的任期 即今届的任期一直都在追 这个走线 其实我老实说大家都明白 其实没有什么得选择 因为现在已经在屯門河上面 它也没有可能偏回来 最大的机会就是沿着河去行走 至于整个走线 其实我们希望 当然我们说到屯门南 但我们希望走线不是仅限于沿着屯门南沿线 而是希望未来可以更加走出去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西铁要兜个大圈才出到九龙 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 在南沿线那里经过小南 再去北大嶼 再去经过未来 我们不知道人工岛有没有机会出现 但如果那条路可以直通去港岛西 其实才可以打通整个命迷 否则其实如果那条线只是限于南沿线 其实可以方便到我们的街坊 可以上车的 但是就未必对整个全港的交通命迷 可以打到一条新的活路出来 是 李介慧 其实各个的南线 其实我们都在想的就是 到底是否可以放在码头区附近的地方 因为其实现在的走向都是只有一个 基本上整个码头区 再加上本身码头区的交通 本身已经不好 我们出去市区 其实都是靠巴士线和铁路两个选择 其实我们都在想 是否有其他的交通方法 但是铁路方面 我们都是希望它優先 就放在沿着河上面 那里继续上去 因为现在屯门的站都好 就是屯门的站都是在河上面的 我们预计都是会沿着去的 虽然政府就说 有没有方法可以在两年内 最起码可以看到有眉目 甚至可能落城 这是我们很希望看到的 这个我们都很希望看到 就是说 譬如会不会在蝴蝶村旁的地方 或者是比较近我们 福建和生存中的地方 可以有一个站 可以让我们以步行距离 不少于五分钟的地方 可以上到车 好 接着另外一个地区 另一条地区的问题 由你回答先 好 下一条地区提 早前区内有居民投诉有意味 很多人都表达了不惜 有人怀疑是和一个大兴基地有关 请问你有没有跟进过 最新情况又如何 当时我们当然第一时间就去了跟进 其实有意味的时候 我自己和另外的一些 区议会选举的候选人 其实我们都有去到山景村 这些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地方 去跟进一下 看看到底是否真的实察了 是否真的有这样的气味 当时去到真的有的 其实都是刺激性的 都是不舒服的 其实我们都尽快去收集一些 到底不同的街坊 他们是否会有不惜的状况 然后去收集一些 我们尽量现在都在做一个资料库 我们第二天 其实都已经跟了这么多人说 就是跟了传媒说 其实都说传媒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一直都没有解释的 我们都很希望政府那边 可以尽快去解释回这件事情 虽然其实民政事务处那边 说过现在处理不了 因为已经跟进不了 如果再有发生的时候 就会再跟进 但是其实 不可以被不了了之 其实我们都继续用那个资料库 我们收集了三百多个案件 我们都在想 到底是否可以做多一些呢 就是政府方面 譬如说如果入了拒议会 是不是可以去调查这件事情呢 当时虽然就是 我们都收到消息就是 就是消防那边说 是关于大银基地市 但是我们其实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到底这件事情 是发生在哪里 我老实说 都不知道发生在哪里 所以如果说 到底是否最后 不是由警察那边发出 或者不是由那边发出的话 我相信就是说 就算我们当时声明就是 有说过 警察有可能是警察发出 到时如果调查清楚之后 我相信就是大家都会 愿意去做一个澄清的 甘文峰 当然第一时间 已经是向不同的部门 詢问就是当一天 包括警察 消防 甚至环保署 很可惜 其实刚刚提到 暂时来说 都还没有说 有一个很明确的结果 究竟这些气味 在哪里发出来 那我们其实之后 亦都发出了信 给这个环保署 希望他们去跟进 可惜现在未收到 那我其实一直都 跟我们自己 新闻当那边都有联络 那我们看看 之后会不会透过 可能我们有立法会议员 在立法会那里 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做 因为我们明白 这一件事的确是 会很令到屯门的居民 担心 就是突然间会有 这些气味出现 甚至刺激性 那我们就算这次 万一真的找不到 那我们会不会有其他方案 就是说有没有 一些可能的地方 我们可以做一些 预先的安排 令到不会有类似的情况 发生呢 因为始终居民的健康 一定是我们的 首要的一个担忧 那除了在区议会之外 我们尝试在其他层面 比如立法会的层面 也都可以帮手 可以跟进这件事 那先说一下 剩下的时间 你家卫剩下26秒 至于金文峰 你剩下40秒 好 这个时间 各位 请你抽一个顺风 好 到金文峰 是没错的 好了 好 又是一条地区提 屯门公园大妈唱功的问题 困扰了区内多年 附近投诉都经常 但是有个人表示 亦都有民如需要 应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永远都是拿一个平衡的 其实这件事 有这个 草阴问题 其实我们一上任 已经是跟进 其实去到这个 刚刚四月份 其实我们已经逼到 康民署 是将一个重新修例的东西 拿到立法会 希望给到康民署的职员 可以有更加大的权力去执法 也都更加容易 方便他们去执法 那这件事 当然现在暂时 立法会要再等他们通过了 这个是法例上面做 至于那个平衡点 就是说真的我们要可能 在这个现场那时候 其实我们都要监察 譬如那些职员 他们去执法那时候 究竟有没有执法过度 还是他们偷懒没有去执法 那我想我们之后 再要在区议会 即是他们执法 好 时间了 金文峰的时间用完了 那到家伟 李家伟 是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都存在了很久 虽然刚刚说到 就是说4月的时候 上了立法会 但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真的去到 那些屯門街坊 走出来的时候 那个问题才真的 又被正视到 才是区议会 真的又通过了 那这个问题我想 就是大家一直都很厌惑 那其实现在现时 就是到底怎么去处理呢 加强巡查之外 我们看到的就是 甚至是我们的选区 新团中央里面 他们是甚至走进商场里面 去做这些 好 够了 没错了 李家伟都用完了 他们区的时间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先休息一会 回来会问两位 全港性的问题 再见 继续区选论坛 今天是屯門赴新区 两位候选人 这时候就要回应全港性的问题 李家伟 麻烦你抽 好 接着轮到金文峰 好的 李家伟 好 第一条题目问你 全港性的问题 好 全港性问题 第一条 你认为目前政府咨询架构 有没有效去反映民意呢 有些什麽需要改善呢 目前政府的咨询架构 我想特别是 我们看到有行政机关 现在行政机关林郑 她的智囊团是什麽呢 就是她是行会成员 其实行会成员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 都是一班的建制派人士在里面 到底是否真的能够做到 一个平衡不到双方的意见呢 其实现在社会上我们看到很撕裂 但是到底政府他们可以 如何去修補撕裂呢 到底他们是否没有 其他的咨询工作可以做呢 我们有听过就是说 到底是否可以走入社区 是否可以做多一点的咨询会 做一次了 那之后就没有了 那到底是否可以做得更加多呢 区议会有人说 是其中一个咨询机关来的 但是过去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建制派都是垄断了 这个区议会的移植 那到底在未来的区议会 是否可以真正令到 去发挥一个咨询机关的功用呢 我很相信选民会有他们的决定 那文峰 其实咨询架构 不止行会和区议会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不同的咨询的小组等等各方面的 那我想说 区议会其实就没有说谁是垄断的 其实区议会 哪个上去呢 其实都是选民的决定来的 不是说今届就是选民决定 之前就不是选民决定 一直以来 区议会哪个区议员呢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选民决定的 特别是由今届开始 就是已经没有了这个委任议员 但是你说究竟是否足够呢 我觉得现在的确是不足够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明白 科技的发展也好 就是大家市民对政府的公开透明度的要求 更加高也好 我想咨询架构其实可以保留 但是同时政府都要想多些其他不同的方法 就是网络上怎么可以收集到民意 或者透过平时 怎样可以更加多的机会 可以将自己的一些消息 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放给市民 这件事是重要的 就是我想政府在这方面 可以再做多一点 否则就追不上时代的话 可能也都不会得到年轻人的一些支持 好到金文峰这个全港性的议题 是 好 麻烦了 好 那问回两位了 你认为短期内 应不应该重启政改 落实相普选呢 金文峰先 我觉得如果你说短期内 短到什么时候 你说如果去到现在这一刻 社会仍然那么分乱的时候 我就觉得暂时未適宜 你其实出来 你拿到立法会 其实大家都明白 就是喊了大架 和我们始终都是要注重 中央831的决定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以831作为气点 究竟在现在这一时候 社会普遍会不会接受呢 我觉得都有保留 所以你说如果短期内 我就觉得是有保留 但是你说当整件事平息之后 我觉得是应该要再去重启 在未来的话 因为这个始终也是 我们一个香港人的一个追求 李介慧 商务选由03年开始 其实一直都是港人的诉求 到底政府为什么这么久都未回应 或者真的未可以满足到这个诉求 而且这个是基本法 就是答应了港人的承诺 那为什么是做不到呢 那你说应该立即落实 或者短期落实 我觉得是应该叫短期落实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为什么现时的运动会持续这么久呢 其实我们都是说要回应五大诉求 或者答应五大诉求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双普選 到底政府是否可以想一下 到底是回应了哪些诉求 去令到现时的情况 可以更加去缓和 或者是解决到一些现时 目前那么棘手的状况呢 我想这是他们要考虑的地方 而且去回应民意所在 这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 金文峰到你抽另一个题目 吕家卫 是 好 那就先问另一位 好 好 好 又是问回大家了 近日香港局势持续惡化 交通陷于半痕瘫的状态 你认为需不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例如宵禁去应对呢 其实宵禁呢我想 相信很多生活在 或者是生活圈子 就是比较晚的市民 或者据民都已经留意得到 宵禁一直都存在着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铁路他们晚上不开 甚至可能巴士套线 他们又不开 其实宵禁一直存在的 还有一直是警察看到 晚上你可能走在街上 没事也好 都不礼貌地对待你的 我们一直都看到这个情况存在 到底是否要再实施这个宵禁呢 其实对大家来说 而到底怎样去解决现时的状况 我想政府自己最清楚是 回应诉求 怎样去答应 到底大家一直以来 对于政府的期望 到底大家想政府做些什么 我想这是政府要想的地方 而不是去做宵禁 金文鋒 政府当然要是回应期望的 但是另外我觉得宵禁 其实是一个值得考虑 但不是因为现在交通倒路的问题 而是因为大家两方面 其实已经是情绪太过高涨 如果政府不正式宣布一件事 两方面是很难有一个机会 真的冷静下来 其实只会令整件事更加恶化 所以我期望政府考虑过宵禁 希望能帮助两方面冷静一下 想想大家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我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帮助 好,那这个题目 另一条题目 全港性的题目 金文鋒你先回应 好,那问大家 香港旅游业近月 对于旅客大幅减少 就大受打击 但当旅客暢旺的时候 旅客和地区居民 就有不少磨擦和矛盾 你认为这两个难题 是怎样可以解决呢 我认为是两方面 第一,你政府首先在旅游业发展上面 你一定要发展更加多不同的景点 不能够说将那些旅客 集中在某几个地方 然后令到地区上面有一个反弹 这个怎样整体规划整个旅游业呢 我想政府绝对有责任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旅游业界其实都要想一想 要一个旅游业长远发展 其实是要找不同的旅客 不是说只是单一的旅客 你看到现在有事 可能某一个地方的旅客不来 就会很影响整个旅游业 究竟怎样可以多元化去拓展 不同地方的旅客呢 我想旅游业也好 业界也好和政府也好 都要去想多些少 李吉韦 其实旅游业这个问题 我想在很久之前 我们都发生过 譬如光伏上水 光伏屯门这些地方 我们都看到就是说 为什么旅游业 会是香港的名物呢 其实这个根本是一个 很不营养的一个情况 香港为什么不能发展更加多的东西呢 譬如说我们经常说 为什么香港人很多消费行业 要去做消费行业 其实是可以发展到其他东西 譬如说我们全门都有一个工业村 是不是可以更新下一个工业村呢 是不是做了更加多的东西呢 令到产业更加多元化呢 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就是 旅游业 到底是不是打击了他们 然后就影响了大家市民生活 其实就是有其他方法 可以更加改善现时的环境 为什么政府又没有去理会呢 好,时间了 你现在说用完他的时间 我想文鋒 回应多一题了 好 没错,还有16秒 那应该是最后一题了 好 本港房屋问题严重 政府推动明日大嶼计划 作为长远解决住屋的困局对策 你同不同意呢 我想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如果你说是希望有一个属地库 政府可以有更加土地拿在手 其实应该是一个正面的回应 就是一个我支持 但是究竟你拿了这个属地库之后 你怎么发展呢 要再多些和市民解释 好,时间了 那两位都用完他们自己的时间 去回应全港性的问题 休息回来之后 他们两位每人有一分钟作总结 稍后再见 总结时间 每人有一分钟 屯门赴新的两位候选人在这里 李家伟先了 麻烦你一分钟时间 大家好 各位赴新的选民 大家好 我是赴新的一号候选人李家伟 其实在总结之前 我也很想讲一讲 希望大家都留意一下 现在理工大学的情况 我们看到的就是 警察那边 其实都在围着那边的学生 我也很希望大家去留意一下 到底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们 这班学生 那说回我们这个选区 其实我们也都维持着四个很重点的一个数据 或者一个政綱 第一个就是踢走保抗党 第二个就是继续关注湖山的公屋項目 第三个就是关注社区的设施配套 第四和交通问题 我们看到的就是旁边的湖山公园 为什么一直以来建公屋 但是都没有人去跟进 我们都看到其实很多街坊都跟我们说 就是说一直以来都没有跟他们 更新公屋的项目的发展 我也很希望在接近 进入到立法会的时候 除了讲回就是说 要令到区议会更加透明 我们都很希望去做回 去交代公屋的进度 到底我们怎么可以令到公屋项目更加完善 去完善我们区里面的配套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情况 好 够钟了 这个时候就轮到金文峰了 你也有一分钟的总结时间交给你 好 各位副新区的选民大家好 我是今次区议会的二号候选人金文峰 其实区议会我们主要都是集中地区里面的事务 特别是我们区里面比较关心 就是那个公屋的发展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跟进 也都向城规会去反映我们的意见 到政府现在其实最近都没有什么新消息 所以暂时就没有说特别有什么向大家汇报 但之后我也都希望可以继续为大家跟进 因为我也都很熟知这件事情的发展 在整个区议会整个的选举里面 虽然我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 包括我的办事处被人破坏 包括我之前我的一些商户受到恐吓 甚至我的环浩受到破坏 但是我也都和我一班义工一班支持我的街坊 保证我会继续努力去为街坊服务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的星期日 可以投我二号金文峰一票 二号金文峰 多谢各位副新区的小民 多谢了 好 时间了 Jacky两位都用尽了他们的时间 今天的选举论坛是屯门虎新区的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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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